歡迎來到台語晚安 歡迎收看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鐘的 就緒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儀佩 今天我們攝影棚 來了兩位帥哥 而且還有一位呢 是我們的職棒球員 我們來歡迎詹志堯 耶 大家好 詹志堯是你 第一次上做菜節目吧 對啊 第一次 真的 你會做菜嗎 不會 沒關係… 但是我們今天派來 跟詹志堯PK的這位呢 他其實也不太會料理 但是他因為來我們節目當中 他廚藝精進 聽說他越來越厲害 歡迎我們的鞋子哥 哈囉… 我是鞋子 真的啦 我廚藝精進了 而且你會發現我每一次來 三次就可以精進 可以 而且你會發現我每一次來的料理 會一次比一次更難 對 對 所以我今天也特地拉了 詹志堯來 對 你就是拉了一個不會的 這樣才有辦法三連勝 是 但是我很好奇是說 詹志堯你們在球場上 都是吃些什麼東西 我們很好奇 其實球場方面會有準備 讓我們球員吃的一些料理 對 是牛排之類的嗎 牛排 龍蝦 海鮮 真的假的啦 辣米狗吃那麼好 需要 辣米狗吃那麼好 因為辣米狗是以它有一個會館 對 然後會館它好像就是球員的休息室 他們旁邊就會擺 就比如說中餐 晚餐 他就會擺像Buffet這樣子 真的假的 對 然後讓他們就想吃多餐 因為他們可能也需要 大量的熱量 對 真的有牛排 有啦 我都還沒進去看過 都被我們吃光了 不是因為我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理論上是可以去吃一下 拜託你辣米狗的老闆 沒有 但不好意思 因為那是球員的休息室 對 那裡面除了有龍蝦 有牛排之外 然後也都會有廚師在那邊烹煮是不是 有 就是現場會料有一些 或是燉飯之類的 好好喔 對啊 感覺吃很好 那你食量算大嗎 小耶 我算 裡面算小的 真的 那誰 你們那一隊誰食量最大 應該就是俊秀之類的 陳俊秀 他夠快啦 對 林鴻玉 林鴻玉看他那個樣子 也不知道羅馬不是一天造型 因為他們重炮熟 是 是 重炮熟 好 了解 當然我們今天兩位要來PK做菜 當然就少不了我們的好朋友 我們的廚師 柯俊年 柯老大 大家好 我是柯俊年 其實他們吃不夠到我們飯店吃 真的喔 因為10分鐘就到了 是喔 很近就對了 沒有 我們彼此有合作 有合作就對了 對 我們也是桃園隊的 OK… 好 營養的部分 就交給我們的營養師劉怡玲 哈囉 大家好 之前也常去看LAMIGO 真的 我常去桃園 你是LAMIGO的球迷嗎 我是豐哥的球迷 沒有 但是他也很厲害 好 但是因為今天 詹姿勇是LAMIGO的嗎 你說協志哥 他是LAMIGO的老闆 但你知道嗎 你上次帶你們家那兩位小妹妹 來我們攝影棚錄影 結果你一走之後 他們整個在攝影棚大爆炸 沒有…他們大抱怨 大抱怨 不可能… 我是跟你說真的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們的播出 我有看播出 對 他們大抱怨那段話 都被剪掉了 真的喔 因為他們實在抱怨太多 他們抱怨說 你三斤半夜打電話給他們 就是操擾他們 他們浮誇了 真的 好 那你有會 真的會 就是會 檢查他們的安全褲嗎 這聽起來很變態 沒有這樣子 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 譬如說他們穿的裙子 比較短一些些 我會唸 你會幫他們看一下說 有沒有安全褲露出來 通常我都會 因為我工作人員都女生 就是因為我藝人都是女生 所以我工作人員都女生 然後通常我會坐在旁邊 但如果我有發現到 譬如說沒有穿好或什麼的 我說譬如說某某某 然後就這樣 然後他自己就會知道這樣 我不會去那個 我知道 我沒有說你 那個動作是你自己加的 我是說你會去住人家安全褲 我沒有說要把它翻起來 你很奇怪 你為什麼要自己加 我不可能做這種事 今天詹志堯跟協志哥 要來PK做料理 不過在做料理之前 我們要先來看看一則 跟健康有關的新聞 你知道嗎 麵粉 我們其實天天都在使用 但你知道前一陣子 竟然我們驗出了麵粉當中 有跟 瑜伽墊一樣的材質 你不覺得聽起來很吊詭嗎 就意思就是說 我們在做瑜伽的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不小心舔到瑜伽墊 有可能是有舔到麵粉 意思就是說 瑜伽墊如果切成絲 也就是可以變疙瘩 或是麵草之類的 對 但是最重要的重點是 這則新聞告訴大家說 那個麵粉裡面 雖然驗出有瑜伽墊相同的成分 但是是在合格的標準之內 到底是怎麼樣的合格法 我們來看一下 可口的麵包Q彈的麵食 各種美食琳琅滿目 原料都是麵粉 但你不知道的是 麵粉中很可能會添加 瑜伽墊的成分 小麥磨成麵粉後 原本是黃色 缺乏彈性和韌性 為了白皙保持彈性 有店家可能會添加BPO 和ADA兩種物質 像過氧化本甲烯 在麵粉當中 它有漂白作用 然後另外一個藕蛋二甲烯 它是屬於品質改良劑 它有一些起泡作用 其中ADA也是瑜伽墊 橡膠鞋底等工業原料 醫師強調 對於過敏體質的人來說 食用後可能會有過敏以及氣喘 甚至有致癌的可能性 但歐盟早就已經禁用 食藥署強調 添加這兩個成分 目前在國內都是合法的 只要用量在標準內 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遺圖還是做什麼樣的一個線索範圍 那這個部分要進一步的進行 風險評估計畫之後才有辦法進一步的確認 市面上面粉有沒有使用這兩種材料 還是一個店家而定 食藥署強調也將嚴格要求店家標示 未來也嚴禮不排除跟進歐盟禁用 記得陳子芬 唐子欣 台北商務報導 我看到這行為我覺得很瞎耶 重點是他吃的不會有問題嗎 真的 其實因為麵粉 它其實還是屬於比較是 真的是加工的東西吧 小麥磨成麵粉 但中間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要看廠商的一個良心 要看業者 對 那不是每一家麵粉都是這樣子 說實在的 它被檢驗出來其實主要是兩種 一種就是漂白劑 漂白劑就是說你買的麵粉 如果看起來異常的白 其實消費者其實多多少少 還是要負一點責任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買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它漂亮 白 然後看起來乾乾淨淨的 我們都買一些黃的東西 然後就買到一些 沒有 買到一些發明 那是天花粉 對不對 買到別的粉 天花粉也是白的 所以其實因為消費者想要買這樣 所以廠商才會動腦筋 去做這件事情 了解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改良劑 改良劑其實在很多地方都有 它有時候適時的其實是合法的 但是為什麼要改良 其實也跟我們口感有關 比如說我們的消費者 希望我們做起來是又Q的 或是它的保水性是好的 然後吃起來的口感是很香的 所以相對可能在麵粉上面 可能就要動一點手腳 但是因為像有些麵包做出來 或有些麵做出來 它是沒有味道的或是不香的 消費者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跟我以前吃的不一樣 可能以前它就添加很多的改良劑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現在可能 要鼓勵小朋友或是有家庭的人 其實我們希望從小就開始吃一些 比較天然新鮮的食物 讓他們知道說原始的味道是什麼 所以其實應該是鼓勵這樣 對啊 其實我們最簡單來講 你做一個饅頭就好了 饅頭它就沒有其他東西 就是麵粉 然後還有發酵的東西 然後少許的鹽 一點點而是 鹽是抑制發酵 一般會加一點糖 來幫助它發酵 然後饅頭如果蒸出來是黃色 是正常的 因為本來就是 麵粉本來就是微黃色 因為麵粉本來就不是白色 對 它象牙白這樣子 就不可能是純白 所以如果你去烘焙坊 買到那種高級的麵粉 其實你打開來 它是有一點微微微微的黃黃 所以其實如果你買到 非常白的麵粉小心 它可能有加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OK 好 我們今天 兩位要PK的主食是麵疙瘩 想要問一下怡里 麵疙瘩的熱量到底高不高 麵食熱量高不高 其實麵食要分兩種 一種就是說 如果跟我們在講說 烹調的方式 比如說今天如果你是 煮的是湯麵的話 如果你只有吃麵沒有喝湯 相對的話跟乾麵比的話 當然是湯麵的熱量會比較低 但是如果你的湯麵連 湯一起喝的話 我們就是大骨湯 之前我們有做過實驗 就是把湯麵整個買回來 然後放涼之後放到冷藏裡面 然後再把拿出來之後 不是上面都是油嗎 我們有蹭那個油的重量 大概蹭起來大概會熱量 大概多個150大卡 到200大卡左右 對 所以其實 一碗飯也才270而已 對 所以其實它都接近 快要一碗飯的熱量 所以事實上 有些人他減肥的時候 我們是鼓勵吃湯麵 但是如果他連湯一起喝的話 那反而熱量是更高的 買湯麵當然是一起喝 不是 買湯麵 你點了那個湯的陽春麵 你就是為了想要喝它的湯 要暖暖的 那你又叫我們買湯麵 然後不要喝湯 對 其實熱量就出在這個湯麵上面 最高熱量應該是日本拉麵 對啊 拉麵的熱量 日本拉麵 你一放兩個就變果凍 對 有沒有 因為主要是那個湯頭 湯頭啦 主要是湯頭的部分 所以之前有人減肥 對 現在人家減肥 我之前也有講就是說 日本拉麵裡面 只有蔬菜沒有麵 它為了減肥 實際上湯才是重點 對啊 湯可能熱量非常高 不是那個蔬菜是重點 是湯 就像人家都說火鍋湯 也是熱量最高的 你說火鍋 現在不是有很多高級火鍋 它最後再幫你煮一個雜炊 對 那個熱量其實很高 那個高普林 而且我跟你講 那個痛風的人 一吃完之後就要送醫急救 那球員會控制熱量嗎 會嗎 還是說其實你們消耗那麼大 就盡量 現在基本上一定要 因為體脂肪過高的時候 跑步其實會變慢 對 所以我們自己在飲食的話 會有一點斟酌 是 那你平常吃炸的東西嗎 少耶 會去皮 會去皮 你炸的那個去皮 皮最好吃 可是他超愛吃燒肉 我們是燒肉 燒肉友好 對啊 要不要一起參加 可以… 一起參加燒肉友好團 好 今天兩位藝人 就是要用麵疙瘩來PK 所以賢士哥今天準備什麼料理 很緊張了 今天兩位藝人就是要用麵疙瘩來PK 所以賢士哥今天準備什麼料理 很緊張了 我準備的是麵疙瘩沙拉 你就是在偷工減料 不是啦 我跟你講 我這個有很難的地方 沙拉是一回事 因為最主要還是 我的麵疙瘩比較難做 麵疙瘩 對 你是做義大利式的那個 馬鈴薯的那種 對 馬鈴薯的麵疙瘩 那個很難 對 很難 我就說我廚藝精進 你就不相信 不是 我覺得你為什麼 要這樣挖坑給自己跳呢 老實說這也是他們給我 我必須要學會 好 但是你後來有試做 你成功了嗎 成功 好吃嗎 還不錯 還不錯 好 那我們就來看 被鞋子哥找來跟他一起PK 一定是找一些比較弱的選手 對不對 就是廚藝沒有那麼好的 可是這是我很拿手 這個你很拿手 三次堯有拿手要贏 真的 好 來看三次堯要做什麼料理 焗烤紅醬麵疙瘩 這個比較微一點 他們失敗率比較低 焗烤耶 天啊 小朋友的最愛 小朋友最喜歡吃的 鞋子哥你要不要直接先 我跟你講其實我做這個 也是有點風險 因為一般來講 小朋友比較不喜歡吃生菜 對 涼拌 但是我的料理 大人會很喜歡 我是 對 我們今天評審是小孩 所以我好像選錯了 你先叫計程車 也不用啦 我就把它完成吧 是 比比看 好 我們今天的四位小小評審 分別是Owen 唐唐 Ryder 還有Erie 充滿活力 太好啦 你們很適合去當 Lami Girls的啦啦隊 真的 小小團圓 我們有Lami Kids 有Lami Kids 有Lami Kids 因為他們其實可以加入啊 可以啊 他們就去中場可以上去跳舞 了解 好 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 明星親子料理PK賽 好 首先是鞋子哥 接下來先幫我們做這個麵疙瘩沙拉 要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包括了也有馬鈴薯300克 中筋麵粉150克 蛋一顆 煙燻鮭魚適量 鹽少許奶油少許橄欖油 黑胡椒 起司絲跟和風醬各適量 聽起來沒有很簡單 沒有很簡單 對不對 因為其實我剛剛 就是這個後來有跟那個 師傅有稍微了解了一下 其實比例 就是馬鈴薯還有麵粉的比例蠻重要 對 好像蠻容易失敗的 對 所以你有信心嗎 應該是OK吧 因為它還是有一個正常的比例在 就是按照正常比例橋應該沒什麼問題 落差不會太大 OK 請兩位小幫手幫你拿東西 好的 小幫手 兩位我要請你們幫我拿 馬鈴薯麵粉還有蛋 糖糖敘事代表 他已經要衝出去 馬鈴薯麵粉還有蛋 他只是想要逃出這個攝影子 預備 GO GO 來 馬鈴薯麵粉跟蛋 馬鈴薯麵粉在這裡 這個是麵粉 馬鈴薯咧 馬鈴薯 有了 蛋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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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粉跟蛋都已經拿來了 有 對 麵粉跟蛋都已經拿來了 然後那個馬鈴薯 糖糖一直很結實 小心 糖糖你等一下你不要拿 你不要拿好不好 好 好 放在這邊 大三顆蛋 都有了對不對 好了 好 首先這個馬鈴薯 就是基本上 就是削皮或不削皮都OK 然後你就要先放到電鍋裡面 蒸熟 先去把它蒸熟 蒸軟 如果說你沒有削皮的話 你蒸軟之後 你要把皮去掉才行 對 總而言之 就是要讓馬鈴薯變成是一整顆的 螺肉的狀態 對 然後它變軟了 對不對 接下來就是整個 其實從一開始就是最難的部分 對 要先把馬鈴薯跟麵粉 和在一起 這個大工程 對啊 所以我們先把它倒成泥 OK 用那個倒泥器 然後把它倒成泥 對 現在其實它已經有一點點冷掉了 對 熱的話比較好 對 柯老大 那個如果是熱的馬鈴薯 要跟麵粉和一起 它是不是要掌握那個timing 還有它那個濕度是不是 對 還有它的介質 就是可能它怎麼樣 把這兩個黏在一起 對啊 要怎麼黏在一起 它光只有馬鈴薯的話 應該是不夠 沒有辦法黏在一起吧 因為兩個都澱粉 對 所以它要去黏在一起 你要用什麼把它黏在一起 用什麼把它黏在一起 就是雞蛋 油 還有鹽 這個介質把它黏在一起 先加麵粉 要適時的去添加一些水分 或者油脂 對 你要不要加一點點油進去試試看 先加一點橄欖油讓它濕潤 對 要不然就是你要蒸熟之後 馬上拿 就是再熱的 等一下它還有水蒸氣的時候 最好弄 但是也不能完全很燙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也很難搓揉 對 好 反正就是這樣子之後 它比例就是大概是2比1 哪一個是2 馬鈴薯是2 然後麵粉是1 然後一開始下的時候 還是建議就大概先放3分之2就好了 我覺得你那個麵粉很多 你可能要下少一點點 因為它好像放 對 它放很多給你 給了整朵 好…我覺得這樣應該差不多 好 就是麵粉進去之後 蛋跟橄欖油跟鹽基本上就要一起進去 好 來蛋 好 蛋進來 那反正就都和進去了 對 橄欖油 跟蛋 跟鹽 好 好 這其實是 我覺得是滿難 對新手來講 這個其實很難做 所以它現在先把它和在一起對不對 對 先把它和在一起 然後你會發現 那水分已經過多了 再加一點麵粉 對 就是麵粉不能一次加煮 所以麵粉是適量適量 先加… 然後因為你第一個 你每一個雞蛋的那個重量 跟水分 那個重量不一樣 所以它含水都不一樣 還有你的油分也不知道是多少 所以你是慢慢加 所以這個是技術工 所以你看它現在加一加之後 它就比較沒有那麼濕 可是還是很黏 對 對 這種跟中餐不一樣 中餐要做到三不黏 就不黏手 不黏鍋 不黏那個 然後這個的話 其實它為了口感 有的甚至就是說 很濕的時候趕快去煮 真的啊 那個口感又不一樣 對 就是看你想要什麼樣的一個味道 那可老大 如果說我們在家自己想要做 用馬鈴薯做的麵疙瘩的話 大概 譬如說我們現在觀察麵糊 大概貨到什麼樣的程度就OK 全部聚成團 它現在還沒有全住聚成團 還會黏在它手上 對 所以是不是要再一點 不黏手為主 不黏手 其實我問過那個師傅 他好像就是連邊邊 連著裡面鍋的邊邊 都不能有黏住的 對 才算是完整的 了解 所以這個真的是很耗工的 對 好 反正就是諸如此類 因為你慢慢揉慢慢揉 然後麵粉會一直加到 其實它光這樣也可以去成形 要去水煮也可以成形 然後它口感會比較有一點像 你在吃馬鈴薯一樣 就是比較鬆軟 它就比較沒有那個韌性 因為麵粉有筋度比較會有韌性 對 如果馬鈴薯多的話 它那個鬆軟程度會比較好 對 你揉完之後它就會慢慢的 三光了 然後它就會變這樣 對 一坨 其實就是跟我們中央在和麵團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但是它裡面是用馬鈴薯 但是 它的濕潤度很夠 它其實會比那個黏 就比一般麵粉 都還要來的 我覺得是濕濕的感覺 保濕度很好 好 那所以呢 就是 譬如說你把它揉成團之後 接下來要做的就是 記得你這上面還是 先稍微灑給麵粉 對 它才不會整個黏住 然後我們就先 比如說先抓個一坨起來好了 對 抓個一坨起來 你的手上應該有一點手粉吧 不然你會很容易黏黏的 對啊 然後呢 我們要先慢慢的 所以老大 我們平常在做麵團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它出筋 但是如果你用馬鈴薯來做的話 是不希望 是保留它馬鈴薯的口感 對… 所以每一種的那個麵條 或麵團的那個做法 是不一樣的 不太一樣的 甚至我們還要經過醒麵 對… 就是我們做麵條的話要醒麵 要醒麵 醒麵它出了筋以後 它那個Q度才會好 就像最簡單舉例來講 就是烏龍麵 烏龍麵不是今天貨一貨 腳踩一踩 然後把它包起來以後 放著明天再把它擀開 然後再切麵條 烏龍麵每一條都很Q 是 好 你看它這個超Q 一拉它就馬上縮回來 對 對啊 然後呢 就是其實這個大小 我們現在美觀一點 我先把前面小小的先去掉 然後呢 比如說我們就抓一個 大概這樣一塊一塊的感覺 我覺得這看起來很厲害 搞缸 對 這就搞缸 很厲害 鞋子哥果然是不服輸的人 對 他找來一個比他弱的人 然後他又做一個很難的東西 要展現他很厲害 對 然後比如說像這樣一坨一坨 一塊一塊我們要幹嘛呢 我們就先把它揉成一個球 是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麵糕 麵糕在這一道料理裡面 一個麵糕的造型 造型 對 還要做造型 對 一般中式的麵糕是 或成水或麵 以後就一塊一塊 對 直接這樣撥… 直接進去的 他做的是那個 義式的 對 我們先把它摸成一個球 對不對 然後做法就是 簡單的 其實跟小朋友我覺得 也可以在家裡這樣 一起做一起玩 手要沾粉 手要沾一點粉 你把它壓成圓圓的一片 就像硬幣這樣 然後有一點點厚度 下一個步驟是什麼 然後放上去之後 叉子就是在上面 壓一個線條出來 好高喔 是不是 接下來就是按照這個步驟 然後多做一點 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把它整理完之後 接下來就要下鍋去 小火煎 你用煎的 用煎的 你不是用水煮的 不是用水煮的 為什麼 因為水煮當然它就會吃起來 就真的像麵疙瘩一樣 只是它變成一個圓圓的造型 可是當你煎完了之後 它的表皮會 其實有一點點膠 是最漂亮的 就是有一點點膠黃色這樣 然後外皮就會脆脆的 裡面會比較 比較鬆軟這樣 這個我還滿有興趣 因為我沒吃過煎的麵疙瘩 對 然後你如果怕 萬一真的還是不熟的話 煎到最後你可能裡面 可能還是不熟 再稍微放進去微波一下 可是你是做義式的口感 你裡面是加橄欖油 還是加奶油 還是加什麼油 煎的時候放奶油 放奶油 哪會有一種香氣 對 香氣 然後記得 就是煎的時候奶油先上 然後把這些麵糕 大家一片一片 不要燙到手 一片一片放上去 小火慢慢煎 然後稍微翻面 然後煎得差不多的時候 灑一點這個 Parma生起司 對 上去 稍微燙一下 然後煎好的時候 變成金黃色 就可以上來先放到旁邊了 了解 這盤可以賣390磅 真的 我覺得賣450都不為過 然後煎好的時候 變成金黃色就可以上來 先放到旁邊了 了解 這盤可以賣390磅 真的 我覺得賣450都不為過 因為很老闆 對啊 全部都是功夫菜 慢慢的搓 接下來就是 接下來其實就是沙拉了 其實沙拉也是因人而異 因為每一個人有喜歡自己吃的 沙拉的口味 對 像我這個也是很簡單 就是你去便利商店買最簡單的 綜合沙拉 綜合沙拉 然後你就找你要的東西 其實就是 先把它放進盤子裡面 然後切一點點番茄或什麼都好 自己喜歡 你要放玉米什麼都好 喜歡的蔬菜就OK 然後淋一點 和風醬 比較健康型 太多了吧 這位大哥 好 就是先把它和一和 好香喔 不錯 再來就是擺盤的部分 對 擺盤 擺盤到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現在先把東西先放上去 你剛剛不是有準備那個鮭魚嗎 你鮭魚沒有要用嗎 有 鮭魚是重頭型 對 把這個麵疙瘩 擺在裡面 OK 煎好的麵疙瘩放在旁邊 煎好的 對 不是還沒弄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煙燻鮭魚 煙燻鮭魚的部分 學一下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要把鮭魚弄成一堆花 怎樣弄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那個煙燻鮭魚 通常它是一個長條的 對 這個比較短一點 然後它下面會有這個 黑色的部分 朝下 記得就第一個先這樣子摺 對 然後轉過來之後 再這樣子摺 這是一個 這是裡面的 就只有裡面的內層 內層 花蕊的地方 對 然後外面的部分 就是順著它 再把它包起來 不得了 我覺得協士哥真的是 很認真的人 他應該是上了第一集之後 就在想說 我接下來後面的第三十集 要做什麼料理 你看他很厲害 這樣已經不只398了 對啊 但他這一道其實營養價值滿高的 真的嗎 因為我們一般麵糕 大家通常都用麵粉 但是因為它加了馬鈴薯 馬鈴薯其實B群含量高 而且甲離子也滿高的 所以其實這一道 剛好如果說真的球員 因為球員我們希望它的 肌肉量增加 爆發力增加 但是脂肪是降低的 所以當球員如果要吃點心的時候 這一道菜其實非常適合 因為它很多生菜 其實熱量很低 但是它又伴隨著 它鮭魚的蛋白質 再來就是它的麵粉裡面 其實甲離子還有B群 其實對蛋白質的吸收 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小朋友成長發育 還有球員如果真的想吃的話 我覺得這道 鞋子哥 你可以去那個餐廳裡面 就是他在吃的時候 你可以在旁邊給他吃了 你要去那個Amigo的餐廳裡面 那個當Buffet的總會吃貨 那他們敢吃嗎 重點 你看 我真的稱讚你 你看這個煙心鮭魚很好買 弄完之後會像這樣 其實應該還可以弄得更漂亮 然後包括麵疙瘩什麼的 你就把它擺在沙拉的正上方 對 有沒有 很美 很美 很漂亮 漂亮啦 弄完之後就會變這個樣子 很漂亮 我其實迫不及待 想要先吃一個麵疙瘩 試試看好不好 那我吃一口試試看 這個大人一定都超喜歡 對啊 但我現在怕的是 他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對 非常好吃 好吃喔 真的嗎 真的嗎 怎麼吃都好吃 鬆軟的 平常跟我們麵做的麵疙瘩 完全不一樣 因為它有多馬鈴薯的味道 然後重點是你煎完了之後 還會有 你又灑了那個起司上去 對 重點是 我覺得你用那個麵疙瘩 中間那個馬鈴薯 你沒有把它全部都不倒成泥 它有一點一塊塊會有口感 我覺得非常好吃 酷 而且這個沙拉 基本上它也可以當主食對不對 可以 馬鈴薯本來是主食 因為它其實有澱粉 然後有生菜 菜的部分 然後又有優質蛋白質 其實如果減肥 可以吃這一道非常好 不過 詹帥今天帶來的料理 可是有焗烤 來看看詹志堯的料理 好 詹志堯要來幫我們示範 要做焗烤紅醬麵疙瘩 你很緊張對不對 對 沒有錯的 他超緊張的 他超緊張的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食材有哪些 包括了麵疙瘩200克 牛番茄100克 番茄醬1 4分之1 蘿勒葉10克 洋蔥30克 蒜頭10克 起司片2片 還有帕瑪森起司粉40克 今天Owen還有Rider 要幫你拿東西 請你幫我拿麵疙瘩 牛番茄跟洋蔥 好 GO GO 牛番茄 牛番茄喔 牛喔 有牛 長得像牛的番茄喔 加油 厲害 麵疙瘩 麵疙瘩一碗 白白的 對 對 看起來像雞疙瘩那種 疙瘩 好 然後洋蔥 洋蔥 洋蔥 洋蔥有 對喔 好 我們把食材拿上來 這裡有麵疙瘩 有了 洋蔥 牛番茄 各位觀眾注意囉 今天曾志堯手上 拿的不是手套 而是菜刀 你要小心喔 好 我小心 對…你做撇子嘛對不對 對… 好 你會切東西 我會… 好… 那你…那你步驟是什麼 步驟呢 我們一開始會先把番茄 拿去煮 拿去煮 對 然後要把屁股這邊 畫個十字 對 那個它的皮就會脫掉 對…脫掉之後要放在 冰塊水裡面 對 然後讓它就可以 把它的皮剝開 它也要是完全沒做過菜 對 然後我們這邊已經有煮過的 也去過皮的 好 不然還需要一點 是 OK 好 那我們切個四等份 是 切四等份 注意囉 詹志堯手第一次 在節目上拿菜刀喔 對啊 好 來 我們要去把直 然後囊都切掉 把囊切掉 對 我們… 你們不要這樣 這樣 危險… 你要留什麼部分 你讓姨佩幫他做 我可以來 這個我可以來 不然讓師傅來 我們球技開始 對 球技開始 不要開玩笑 你們導得我很緊張 老師就是這樣做 對 總之就是這樣做 來… 我跟你講這個果肉在這邊 然後你就畫進來 然後把這個果肉這樣取向 這樣就這樣取向 然後我們就只留這個果肉的部分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兩片就可以了嗎 兩片都夠了 接下來你要示範是要把它切成小丁 對 還要切成小丁 對… 注意喔… 注意喔… 沾子油 好…沒問題… 小心喔 那就可以有 好 這樣OK 好 兩個 切…兩個嘛 對 拿一個碗 你把它裝過來 好 好 接下來我們還有準備蒜頭對不對 對 我們有蒜頭 那因為蒜頭的話 沾子油切實在太危險 對 太危險 所以我們剛在外面 已經先切成蒜末了 對 洋蔥可以幫他切好了 然後洋蔥 洋蔥也幫你切好囉 對 好 這三個切好之後 你要怎麼處理 我們就是要先把 放炒鍋炒 對 放炒鍋炒 然後炒鍋裡面要加什麼呢 橄欖油 橄欖油 好棒喔 然後呢 然後把蔥跟蒜 哪裡有蔥 沒有蔥 不好意思 洋蔥跟蒜 然後去爆香 好 把它炒出香氣之後呢 香氣之後 然後有點金黃色的感覺之後 我們就把 番茄丁 就把它丟進去 對 稍微煮一下 加點番茄醬進去 調味道 然後呢 再煮開的時候 就差不多了 就像現在這樣 煮了這一碗 師傅 你會不會太快一點 師傅 你跳太快了 對啊 跳太快了 重點就是 曾治療剛是把鍋熱了之後 然後你把蒜頭 丟下去爆香 洋蔥要炒到 有一點半透明的感覺 接下來就把番茄丟進去 丟進去之後 加一點番茄醬 然後讓它有 有點滾的感覺 最後炒出來 對 就是這樣 好 就是炒到這邊 變成這樣子了 對 這是你的醬汁對不對 對 這是我的醬汁 紅醬就是這樣 好 麵疙瘩你要怎麼處理 麵疙瘩我們就先煮水 煮水完之後 把麵疙瘩放進去煮 七分熟 七分熟 對 柯老大我們怎麼樣知道說 麵疙瘩大概是七分熟 原則上... 它在浮浮沉沉的時候 我們感覺到 這個麵疙瘩放進去 它開始浮浮沉沉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就七八分熟 不要等到它全部浮起來 如果全部浮起來 然後又鼓起來的話 那就全熟了 對 它浮浮沉沉的時候 你就可以撈起來 撈起來之後 我們會加紅醬三大匙 對 進去拌 對 進去拌 把它先拌一拌 對 所以這紅醬家裡可以多多一點 再把氣勢加進去 你紅醬先拌一拌 還沒 還沒喔 好 你先拌也可以 好 就一邊拌 一邊加 這麼隨性 對... 真的 但選球就不能那麼隨性 對 沒有錯 會被罵 對 他說選球不能隨性 會被罵 做料理可以隨性 其實光這樣吃就很好吃 就滿好吃的 真的嗎 起司加一片 對 然後呢 再加一些起司粉 你剛剛是用整片的起司跟 對 那我來拌一下 好 來 你來拌 拌了沒有問題 好 莉莉 幫我們講一下說 今天智瑤在準備這道料理 它的那個 其實我覺得這一道 是真的運動員可以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說 運動員希望肌肉量多一點 我們一般都知道 只是補充蛋白質的部分 但是今天因為我們的主食材 是麵疙瘩 麵疙瘩其實是澱粉 它澱粉其實跟蛋白質一起的話 反而蛋白質的吸收率會增加 而且如果澱粉足夠的話 會幫助你脂肪代謝掉 對 所以其實做一個 體重的控制 還有就是造肌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要吃到澱粉 今天麵疙瘩 大家好可以做一個變化 真的要做一個體重的控制 還有就是造肌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要吃到澱粉 今天麵疙瘩 大家好可以做一個變化 造肌是造肌肉嗎 造肌肉 洋蔥對運動員來講 其實非常好 尤其是運動員 如果說在運動完之後 如果有一些痠痛 或是有一些不適感的話 其實它適合吃這種 辛香料多的東西 洋蔥或是大蒜或是蔥薑蒜 其實都很適合 好 OK 長知識 辛香料已經把這個拌好之後 接下來你有個很重要的步驟 對 沒錯 裝進去 裝進去 對 再加一點點的起司放在上面 你有好多起司 對 我最喜歡吃起司 我覺得你應該是要加那個起司吧 兩種都可以 兩種都可以 因為我比較瘦 可以多吃一個 可是裡面已經有起司 你這邊又要起司 是要多少起司 你OK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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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愛吃 你幹嘛要對他 我說他愛吃多少去都是 他很緊張 只要吃起司就好 對 起司就好 小朋友也喜歡吃起司 外面去 偷拿來好不好 全部加 對 喜歡對不對 對嘛 喜歡我們就多加一點 然後再加上一個 滿滿的小炭劑 都融化了 對啊 融化的味道才夠 這樣精彩 不是 我覺得你這個心機太深了 小朋友一定 小朋友喜歡 直接把它送進烤箱 對 沒錯 好 烤箱大概190度 烤15分鐘 好 15分鐘 15分鐘 好漂亮喔 拿你來拿 不會燙 不會燙 真的 有沒有看到 好 今天志堯做這道 剛剛伊犁也幫我們分析過 營養成分 那我們就要來烤 諧字哥一個題目囉 是 起司是很好的鈣質來源 但是除了補鈣之外 避免鈣質流失也是很重要的 下練哪一種方式 並不能 不能喔 不能避免鈣質流失呢 A 充分日曬 B 少吃高鈉的食物 C 搭配鹼性的食物 也太高技術的一個問題了 會是A吧 誰是這哥選了A 真的嗎 我猜A啦 我猜A 果然 不一定準 好 到底對不對呢 果然協志哥 他是料理初階班的人 知識嘗試還是必須要加強 恭喜協志哥答錯了 正確答案其實應該是C吧 對 是C 但是我解釋一下A 其實曬太陽的時候 我們體內會形成維生素D 維生素D剛好 如果搭配治療這道菜 又剛好可以幫助鈣的吸收 所以其實是對小朋友成長來講 是非常好的 對 然後另外 為什麼希望不要吃那麼鹹 因為高鈣的東西 鈣會讓鈣質流失掉 所以其實如果說 我們今天做這道料理 如果是小朋友要吃的話 我們那個起司片 其實超市有很多是滴鈣的 滴鈣的起司片 我們可以選擇滴鈣給小朋友吃 兩片起司片 其實等於一杯牛奶 所以其實如果是以大人來講的話 大概可以最多最多 可以吃到四片的起司片 以小朋友來講的話 最多一天可以吃到兩片的起司片 所以剛剛詹姿勺還加的少的 還加兩片而已 算是小Case的對不對 再說四片 四片 OK 好 沒問題 當然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烤烤柯老大了 今天柯老大他們留下的食材 其實還算多 你要變什麼料理 算很多… 你看它有麵疙瘩 第一個麵疙瘩 然後鞋子有馬鈴薯 對 然後它有很多起司 我來做一個比較邪惡一點的 邪惡什麼 今天先不要管熱量的問題 我們來做那個西班牙蛋餅 西班牙蛋餅會很邪惡嗎 你等一下看裡面的料理 就知道很邪惡 好 來看看 柯老大這個料理 以理一直在翻白眼 到底有多邪惡 好 我們要看柯老大 要做出這料料理 到底有多邪惡呢 很邪惡 真的很邪惡 我們先來看看 因為這是剛剛那個 詹姿勺剩的那個 麵疙瘩 然後這是 茄子剩的馬鈴薯 對 然後呢 也有雞蛋 然後呢 洋蔥 洋蔥 洋蔥剩的 然後它也剩下了起司 也剩下了奶油 所以我就把這個 全部結合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西班牙 馬鈴薯 就是西班牙蛋餅 對 可是問題是這個 這些食材 結合在一起 會很罪惡嗎 其實你看我做給你看 你看我做給你看 我覺得好像也還好吧 我先把洋蔥 還有麵疙瘩 大家先把它放進來 先放進來煮 洋蔥放進去 然後就我用奶油 因為要香味吸引人 對啊 我用奶油去炒 對 我用奶油來炒 然後呢 洋蔥放進去爆香以後呢 再把麵疙瘩 還有這個 馬鈴薯 放進去 炒到表面有一點微焦 表面有一點微焦 這樣才香 那你馬鈴薯 是要用有一點點結塊 結塊這樣丟進去炒 我要希望它有口感 OK 對 所以我不會故意把它弄散 就是有塊有粉這樣子 反敗氣 然後把它全部加進去 然後就持續炒 持續炒 炒到有點微焦的時候 這時候重點來了 是喔 打蛋還好 有蛋白質 沒有 剛好我沒有鮮奶油 如果有鮮奶油 我應該會剩下鮮奶油進去 鮮奶油的味道會更香 沒關係 我還有祕密武器 先把它打一打 好 調一點味道 所以蛋沒有完全打散 沒有 等一下 先調一點鹽 好 然後調一點胡椒粉 是 現在目前看起來都正常 對 對 剛剛比較正常 對… 剛剛不是那個 不會的 它要加起司絲進去 當然 因為這樣蛋吃起來 就是會開心 你看它整個… 你看它整個 你跟它全部 真的要開心了… 沒有 偶而… 偶一為之 然後全部把它打一打… 打均勻以後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 淋到剛剛煎過的這個馬鈴薯 跟牙蔥上面 把它淋上去 對 淋上去以後呢 很簡單… 如果家裡沒有烤箱 很多人家裡沒有烤箱 或者只有小烤箱的話 如果你有小烤箱的話 就跟詹志堯一樣 放在那個鐘裡面去烤 了解 如果沒有烤箱 像我們家就沒有烤箱的話 對 平底鍋 然後呢 稍微等它凝結以後 趕快把鍋蓋蓋上去 蓋上去 然後呢用小火 很小很小的火 然後你手去貼在這個鍋蓋上 你要感受到燙 燙 你要感受到會燙的時候 手已經沒辦法去碰在這邊的時候 就剛好那個熱循環去燜手它 就剛好熱循環去燜手它 好漂亮喔 然後呢 上面再找一點巴西里之類是不是 是… 巴西里這樣炒上了 剛好你就是 因為你沒有烤箱 所以你只要弄一面就對了 對…弄一面 然後這邊剛好有一點小微焦這樣 好香 好漂亮喔 超美的 其實我等一下只要拍小片就好了 然後 先把它… 你先離開現場好了啦 有時候 先把它切… 這種東西實在是 趁熱 一定要趁熱 然後有點牽絲這樣 不會吧 你不要給我 太Over了 沒有…不是只有給你而已… 大香 對… 小朋友沒有喔 這個邪惡的不行 這超好吃的啦 沒有 小朋友現在心裡一直在想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東西 不能吃太邪惡的 我熱熱的 來…你還是要 我來破例一下 我來破例一下 它超好吃的耶 好 所以今天呢 鞋子哥帶來的麵疙瘩沙拉 PK的是沾出來的焗烤紅醬 麵疙瘩到底誰會獲勝呢 好 馬上進入我們今天的試吃 跟評審時間 我們先吃 因為鞋子哥做的是比較像沙拉 所以先吃鞋子哥的沙拉好了 對 正確 好 先吃這個盤子裡面的 好不好 我要那個煙燻鮭魚 摺成一朵花 大家真的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真的 吃完了之後 躺躺你把它吞進去 好 吃完之後 我們就來吃那個小碗的 好 速度好快 好吃吧 小朋友都超愛吃焗烤的 焗烤的味道重 小朋友都吃完了 請依你跟柯老大 來幫我們去吃一下 好 我覺得鞋子哥剛剛這一道 因為剛剛我吃到的 它那個麵疙瘩 馬鈴薯 它那個其實有加熱 吃起來 因為外面有點恰恰 然後它又加上那個調味料 我覺得超好吃 真的非常入味 而且香氣十足 然後它剛好又搭了這個 所謂的鮭魚 然後有一點熱熱冷冷的 然後生菜沙沙進去 我覺得非常棒 可以餐廳賣的 我覺得 這一道可以了 我覺得這是前菜很不錯 對 然後沾帥那一道 我出乎意料的 就是雖然說它是第一次做菜 但是這個真的可以變成 你的拿手菜 因為它的那個 因為它剛剛加了好多起司 所以其實這一包 這個撇布 對不喜歡吃東西的小朋友 我覺得滿有用的 因為香氣 因為其實起司裡面 它除了蛋白質 鈣質之外 其實它會含有大量的油脂 所以油脂它會帶來香氣 所以小朋友其實 嚼在嘴巴裡面 其實它會有整個嘴巴 都是起司的味道 小朋友抗去不了起司啊 你會投誰呢 如果是我投的話呢 我當然會採取比較營養均衡的 我會投蟹之歌這一道 對 你會投誰呢 如果是我投的話呢 我當然會採取比較營養均衡的 我會投蟹之歌這一道 對 好 蟹之歌獲得 但是我覺得兩個會平手 你覺得兩個會平手 好 老大 我認為那個高熱量的比較好 就去烤嗎 通常高熱量好像都比較好吃的 不是 你如果說要引誘人家的話 對 每位永遠離不開熱量 每位永遠離不開油脂 對啊 所以呢 其實兩位都 不是啊 你投蟹之歌 但你覺得會平手 我覺得會平手 然後老大是認為說 詹姿勇會比 對 我覺得詹姿勇 對 好 我們就來看看 小朋友會投誰囉 首先是Owen Owen先來投 你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他蓄世代 這邊是有 剛剛有蔬菜 有沙拉 沙拉你沒吃 對 對 左邊是 左邊是起司 會不會轉香的喔 有起司喔 好 你知道嗎 會不會轉彎 好 來 請投票 起司喔 我們來看一下 Erik看哪一排 Erik妳知道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知道 妳跟我形容一下 哪一個是哪一個 這是燒烤的 不是燒烤 那是燒烤 那是燒烤的 對 然後 這是有菜的 有菜的 好 那妳眼睛會看哪裡呢 妳現在眼睛在看哪裡 那妳會不會投那裡的 我不知道 來 請投票 好 換Rider Rider 那個右邊是有菜菜的喔 然後左邊是 有焗烤 上面有很多起司的味道的 好 你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請投票 投了焗烤一票 好 關鍵的 好 右邊是有菜菜的 然後左邊是剛剛 你現在在嘴巴裡面那個 那你決定 你把這個 放在你喜歡吃的那個 那個菜上喔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來 你去投票 選一個 兩個選一個 選一個你喜歡的 選一個你喜歡的 好難預測 對啊 他整個人就是一直面向那個地方 然後就看看看 然後就這樣吧 你看他投完有多開心 對 他們都訓練過的我覺得 沒有 因為唐唐年紀很小 所以我其實本來應該要問他 可是他大概只有三歲而已 所以他其實口語表達 還沒有那麼好 因為他剛剛我煎的那個麵糕 他絕很久 對 他絕了很久 但是今天雖然兩位是平手 最後一票當然是握在 你看到他手上有個寶寶 伊莉就不用說了 來 伊莉你會投給誰 我剛剛其實已經表態了 他是以營養為主的 我是以營養為主的 確實這一道菜熱量適中 而且他其實有蔬菜大量的蔬菜 又有澱粉 然後他澱粉裡面 又有高甲的蛋白 那個澱粉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好 馬鈴薯 然後他又有這個鮭魚 所以 你不要手以為 所以 所以 所以我還是投給協四哥 恭喜協四哥 今天謝謝兩位來賓 謝謝 謝謝我們的快老大 謝謝伊莉 休士娛樂下次見囉 拜拜